互聯網持續發展 影響力愈來愈大 近期本澳亦都出現不少網絡電台 和多媒體資訊網站 收法是否意味著 這些沒有任何法律保障的媒體會被取締呢? 現在沒有一個法律是容許這些電台存在的 當然它純粹不是作為一個專業的媒體 它只是作為一種表達意見的平台 這個和現行法律是沒有抵觸的 正正是因為現時在法律上 其實是沒有空間沒有條件給它生存的 我們為什麼又不思考一下 透過法律讓它有生存的空間? 新聞局代表拜訪澳廣市 就是否需要修改《視聽廣播法》和《出版法》 繼續收集意見 到廣市執行委員會和新聞報告員工出席會議 議會者對收法有不同意見 有人擔心收法之後妨礙新聞自由 而支持者就認為收法可以監督嚴內操手 參與會議教澳廣市執行委員會主席梁金泉 就以核措施企會計師註冊委員會 成立當年的經驗為例子 個人認同成立委員會有助建立媒體公信力 梁金泉又認為資訊不應該局限於業界 小隊是不是收法出現的兩極意見 反映大家需要加強溝通 指示考慮收法出現過正負面影響